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已 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已 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 依据中央流行医院指挥中心 在6月9号已经公布 1到5类的公费疫苗优先接种对象 当时的新闻稿就已经告诉大家 6月12号起会陆续配送 这批疫苗到各县市 依据上面的一些资讯 我们高中市政府超前部署 已经照册完成统计 并且基于施打公平性 我们在75岁上的长辈 年龄是从由高往低 这边去匡列 依据民政系统里面的一些资料 我们扣除1到5类微接种的人数 得知大概总数大概3万计 这3万计我们就直接匡列到87岁 这是简单的数学问题而已 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